OK,那我还是先检查一下设备有没有问题哈 没问题的话就扣一个五 这是我们第五节课啊 就就五扣起来好吧 看一下在场在场的同学哪一个在听啊 然后今天是零一一七大鹏教育日系模块的第五节课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内容是手脚的基本画法哈 我是竹江老师阿唐啊 然后相信同学们在昨天的课程中啊 还是迷迷糊糊是吧 头发这个东西多摸索啊 这个东西啊 只能自己多去练习 然后啊我们的知识点就 其实还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两个知识点嘛 就我们的ABCD点 然后和我们的一二三怎么去排步就没有了 说实话就就这两个 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有一点乱哈 所以多去临摹多去参考一下就OK 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的一个知识点啊 就简要的提一下 那我们本节课的话一个学习的内容是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手部的一个结构 然后是脚部的结构 最后啊我们在画画的时候要去拽一下重点啊 最后就是我们的课堂练习 因为剪作业这个东西啊 你们觉得作业很难 所以我其实都是尽量的把课堂啊 我们要教的作业在课堂上就一起画一遍啊 这个是我们剪情作业的一个小技巧 哈哈哈哈就是就是哎 咱们一起在课堂上画了啊 所以就不存在什么 哎我作业我实在画不完啊 就你们画不我画不完啊 你们画不完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就要反省一下哈 第一个都好说啥好说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课件 首先我新建一个我的图层 我们在画手的时候一定是要去了解手部的一个结构的 相信有同学在画画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 我不会画手我就画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有没有就随便抓一下 然后哎我手画出来了这样的 有有这样画的同学就 嗯哼哼哼哼一个啊 对对对 是为什么会这样画好像哎 手好像我都我都掌握了他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但是我画出来就是很不美观 是因为你没有去抓住这个手的重点啊 那我们本节课的话就要去了解下手的该怎么去画他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手的一个肌肉 也不是说肌肉结构吗 就是大体的一个结构画法 看左右左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完整的手 然后右边的话是骨骨隔的图片 因为手指如果说哎 如果说我们单看这个骨隔的话 你们能不能发现我左边的手 他其实是长这样子的 能不能发现啊 最最明显的一个空缺是我们的这个小三角的一个部分 看见没有 你觉得哎 这个小三角是不是没有肉 但实际上啊 他有肉啊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他是比较软的 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 因为他是关系到了我们的大拇指和我们其他的四根手指头之间的一个关系哈 因为有些同学他画画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这个大拇指给他画到 这里从这个口开始或者说从这里开始 这个是错误的哈 这个东西啊 一定一定要去了解我们的手的一个画法 再看这里 首先啊 我们的骨隔手是五个手指头啊 这个除了六指琴膜哈 除了六根手指头还是什么就正常人啊 五根手指头这个是必须得有的 然后我们就要知道啊 大拇指 大拇指的指节 虽然说大拇指的指节它是有三个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把它当成啊 也不对 我说错了 这里 红色的一个区域和我们绿色的区域啊 它是分开的 然后 大拇指它其实是比较特殊的 是两个指节啊 一不小心脑子抽了一下 大拇指是两个指节看一下 除了大拇指 除了大拇指其他的三个四个手指头啊 都是三个指节 三个 指节 所以我们平时在画的时候其实是会去再详细的区分一下的 这样这样去区分一下的 然后再观察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 123个指节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们之间的长短关系 你会发现中指最长 然后其他的就是我们的食指和无名指 它们之间的一个长短 无名指知道是哪个吧 我们的一个这这个第二个和我们的第四个 它们之间是会有一个可能会齐平 或者说哎有一个长短的一个小变化 但是它们之间不会差的特别多哈 这个就是观察自己的一个手其实是可以发现的 然后再排下去就是我们的小指 小指过了是大拇指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他的手就是哎天生的话 大拇指或者说 小小拇指会非常的长或者非常非常的短哈 这个这个是基因的问题哈 我们按照正常的一个情况下来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在平时画的时候首先要尊重啊 要尊重这个规律哈 它是一次降低的 之后还有个特点啊 看这里你会发现它和手部的一个衔接度 看见没有 跟手掌的一个衔接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骨骼它是不一样的 记住啊 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二个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常规的画法是 五边形起形 五边起形 五边起形 怎么个起发 看这里 首先我们要知道五边形长什么样 这是这是比较正常的五边形 OK 之后我们要知道它的对应点 这个点是对应的中指 之后剩下的一个点就是对应的我们的大拇指 或者说是我们的小指头啊 大拇指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相对应的小拇指 小指头嘛 小拇指 首先我有了这个五边形 那五边形它其实是可以变化的 它会有一个进 进短啊 进化 就是看左右 给你们判断一下 哪一个现在 现在凭直觉来判断 哪一个是大拇指的方向 我们的一和二 哪一个是大拇指的方向 就 比较比较 仔细啊 现在看就是比较仔细的观察一下 那我再换一个 现在呢 现在又是哪一个 一颗一翘起来 一颗一 啊 一颗一翘起来 是 其实准确的一个判断的话是它的一个块面哈 块面的 占比大的 占比大的是 呃 四根手指头嘛 中指嘛 这个是中指嘛 占比大的是小拇指 然后这边是大拇指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所以在画的时候 其实五边形它不是一个规整的五边形哈 它是会有一个变化的 好 这个是我们手掌的一个形状哈 手掌的形状 手掌 形状 感觉状子有点丑啊 我撤回一下 这是手掌的形状 然后 手指头 啊 手指头的长度 手指 手指的长度啊 最长的 手指 最长 是根据 根据手掌的 手掌的长度来的 就是平时我们会发现 可以观察自己的吗 其实你的手指 跟你的手掌是差不多长的 就大概在 大概 一比一 哎 我的盖子 大概是一比一啊 可以看到我们之前不是画了手掌吗 这里 我去找找这个图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掌 找到 终点 他的 他的一个三一定是中线的位置哈 然后把他们之间衔接在一块 这样的 这样去画的 之后你可以发现我再去复制一个 他们之间是差不多长的旋转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 大概就是一比一 这个手是最标准的手 然后长度是可以上下挪动的 但是不要太长哈 不要 太长就特别像那种猴子的手 太长了就是猴子的手哈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说法 然后呢 再看一下我们的绘制过程 我们就是不管男女的话都是可以这样画的 但是男生的话可以 呃 男生 男生的手 男生大概是 一 手掌 手掌 是一嘛 一 是小于 手指一的 手指的一个一的比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比例 女生的话 呃 等于啊 我把个等于加上啊 女生的话是手掌一 大概是 呃 一 大概是一小 怎么感觉好像写错了呀 手掌 是 哦 对的 怎么怎么怎么感觉自己好 数学也不太行呢 手指 手指一 好 这样子的 这样是比较常用于我们的日系里面的 但是如果说是 怎么说来 如果说是一个 一个写实的话就 按照 写实的手啊 写实就按照自己的 蹄子来吧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绘制过程啊 是按照我们的五边形起法的 五边形 首先 找到我们的中指线 然后再去画它的一个大概的形状 之后我们去找手指头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这样的弧形 可以用这样的弧形 去把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关节给它联系起来 这样这样画 可以这样去画弧度 这个是第一个办法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画 纸结圆形的关节点 我们说过哪一边是 怎么感觉画法 这边 这边一个关节点 然后中指 画仙来了 好 刚好赶巧了 是吧 可以稍微的去判断一下大概的位置关系 然后也可以 自由发挥啊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自由发挥也行 大概的一个圈点啊 往上号啊 这个地方 然后 我们去把它连接起来大概的一个位置 我们的手指头关节 关节点是控制的 关节点是它有了关节点 然后它就可以去弯曲 它是可以弯曲的 就是我们手指头的一个关节点吧 然后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给它画上去 第一个 注意一下我们说的一个长度哈 注意一下长度的问题 然后这个 大概 然后小拇指 注意啊 一定一定要去记 记住我们说的一个特点 好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 给它 圈上 我之前不是说中间是镂空的吗 它应该是这样去连接的 所以 记住啊 一定是要有肉的 有肉的 然后呢 我们再去把它画出厚度 如果 怎么口瓢了呀 如果说 想画男生的话 想画 想画男生的手的话 就是 把关节点给它画的细一点 女生的话 就可以直接延展下去 这个我就稍微的 画的比较的 比较的快 就是没有没有去 专门去 金组啊 就专门先给你们看一遍 大概的一个手的一个画法 就是我没有去拿五边形去对啊 因为只要大概的一个行准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在这个基础上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你们要画的话 就可以去这样去画啊 就把握不准的时候可以画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 如果说 就是有点丑 除了有点丑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等一会 会去 专门去 临摹手的一个姿态 这时候就会出现第二个 就是直接临摹的一个状态 感觉有点太 长了 给它延展出去 为什么微笑呢 你发微笑 我都我就觉得很 很 魔性 背面的话就是参考这样的一个线条 OK 然后 就多去观察 如果说实在不规划的话 就 临摹就好了 就直接 我们去临摹 去写实就OK了 然后其他的 说一下关节点这个东西 关节点 是在我们的 指头上 这个地方 这个是关节点 一般来说 延展 延展上去 就是这样去连接的 就是你想要画一个手 什么样的形状 然后 不会画 或者说觉得 我好像 掌握不好 它的一个长短的话 就可以先暂时 这样去抓一下 就是打骨架 话说过来就是打骨架 就是这么简单 像这样 对 之后 如果说在前面的 知识点掌握了 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去 进阶一个 为什么说进阶 因为 手不可能只是平面的东西 对吧 它可能会旋转 那它的侧面 五边形怎么去表达 看这个位置 这样 这样一个手 这个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案例 好像 对 像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看见 啊 这里很明显的一个骨节 它是我们五边形的一个线 然后 这样去旋转 现在是四边形 它五边形在另外一个面 这时候就需要你们脑海里有一个 有一个 立体图了 这样子 侧面的话 它就是有厚度的 然后大拇指的位置在这里 衔接上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是不是 感觉好像 哎 我 又 蒙了 的感觉 这个是侧面的哈 如果说不行的话 就 淋摸 手 去做这个姿态 然后 美形的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去把手指的长度调整了 然后就是 粗细调整就可以了 大概的一个动作肯定是没有错的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关节点 去抓住关节点 首先 这里有一个 然后这个是中指的 这个是无名指 小拇指 去给它衔接一个骨架出来 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指节 这是第一个指节 然后再延展出去是第二个 可以这样去抓 他抓的一个点 比较好的一个点 是在于 你如果说话男生的话 他的这个骨节是可以直接让他鼓起来的 卡了一下哈 这样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基础的一个体型的方式 然后 直接画吧 前面的知识点可以理解不 我先问问一下 我先问一下 可以可以理解吗 首先 我先再回顾一下 我们的指节的长短 这里是指节的长短排列 长短排列 然后 这里是 手掌 手掌的一个位置 手掌的一个画法 就是在五边形的基础上 再进行一个 详细的画法 再去推 推展开来 就 这个可以 中指为起点 然后连接上 可以给他画的很宽 因为一般来说我画的话是会 以这个窝为中线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还会再给他延展一下 如果说你们 掌握不了这个的话 就是直接画到尾端就可以了 直接延展到尾端就行 这样 然后就要注意一下这个五边形的一个特征 他这里会有一个缺陷 然后是左边的手掌会更宽一点 我们看一下 其实 手这个东西你说他难吧 他其实也不难 你说他不难的不难的话 反正就是画起来就抓脑袋 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一个手掌的形状 我们我之前说过的哈 把它当成一个五边形 立体的五边形去画 就感觉 有一个厚度在里面去画它 然后 内部 记住 内部还有个大拇指的位置 看你抓不抓的出来啊 在这里 我们沿着我们的一个形状 如果说 现在画不了的 你可以直接给它拖拽过去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大概的一个手掌的形状画出来 然后这边是我的大拇指的位置 大拇指内手掌 这个东西叫内掌 因为他手是一个侧面的 会有一个小遮挡关系的一个 遮挡 它是有个遮挡在里面的 然后 再延展出去我的一个指节 每个手的一个指节点 四个指节点 因为大拇指隐藏了 在这里 去把它的一个拇指的位置复刻一下 然后再去连接长度 找到我们的第一个指节 你可以发现是 可以发现 中指 它中指和无名指 它们之间的第一个指节 其实是非常相像的 我给它拓展出去 就是画习惯之后 我们在后面 画人体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 直接就用骨架去打出来了 就不需要自己完全的画出来 就比较简单 会很很省时间 会省很多时间 然后第二个指节 也是要去观察一下长短这个东西的哈 第三个 还有种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复刻下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手掌的大概的形状 然后呢 新建一个降低它的普通明度 这时候我们要去详细的说一下 手掌上的一个骨骼和结构了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观察下圆图 你会发现 手掌的部分 是从骨骼开始的 这里骨骼 可以给它画骨起来 然后 可以发现它是顺延下去的 顺延下去 顺延下去 我这个口瓢 往下 往下滑的 还会稍微的往内凹陷一点 它是比较 比较 需要细致的观察的 它会往里面凹陷一点 这个是比较瘦的那种手哈 比较瘦的手的话 它是往内凹陷的 如果说是 比较 比较胖的话 就会稍微的鼓一点 可以做这个动作 你们可以做这个动作 去观察一下 就一个手就行 左手就可以 就是侧面 观察侧面 你可以发现 你手的一个弧度 它其实是往内凹陷的 绝对是这样的啊 然后 是这一块 首先 看见它这里 这里 是有一个前后的关系的哈 这个这个比较重要哈 一定是要去观察这根线的 可以看到吧 这里 它是这样去凹陷进去的 就是所有的手掌 这个位置 它都是一样画的 除非 除非你的透视 是从底下上去的 它才可能是这样啊 底下上去 这样子 才会是下方 是在上面 这个这样的一个视角 延展出去我的手指头 注意哈 注意透视从哪个方向出去的 它的这个肌肉 它的这个 什么肌肉啊 它的这个 弧线就是往哪凹的啊 注意一下 前后的一个面积 谁在前方 然后谁在后方 看见没有 这样子的 这个是比较细节的问题 如果说 这 它们之间的穿插关系 你没有抓住的话 就会导致你的这个结构是乱的 所以啊 所以细节 这个东西就是细节哈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画的鼓一点 这样子我的一个基础的手就出来了 基础的手掌 基础的手掌哈 出来了 注意不要太鼓哈 你太鼓的话 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鼓起来的弧度 会比较的丑 这个应该可能看懂吧 这个东西 然后 再慢慢的走 往上走 是我们手指头的一个画法 如果说不会画的话 你就把手指头当成 当成一个竹节 这样 往内收 往内收到节点的位置停下来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的 往内收 一个一个小弧形的 这个就是比较骨感的手 这个是比较骨感的手 它的一个肉 它肯定是会往内凹陷的 先把一边画完 先把一边画完之后 我们再去画它的一个骨骼 这边延展出去 不要不要接出来有一个小缝隙哈 这个东西肯定是留了一个小缝隙在里面的 然后画完了一边之后 我们把另外一边补上 另外一边就是会更鼓起来 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嘛 它是一个弧形的 然后内部的一个手的话 它可能是直的 它也可能是往外鼓起来的 它可能是直线 直线或者说是往外鼓起来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再去回到圆图 去给它稍微描摸一遍 一定是顺着我们的中心哈 它的指节 这个小圆弧是抓住的 它抓住的一个点是中心点哈 延展出去 然后 在这个手也是一样的 给它稍微的带一下 这里衔接上 这个是我的一个手的一个画法 这个弧度有点问题哈 稍微改一下 OK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指节 我的第一个指节就画出来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指节 我把底下的一个面 给你们降低一点看一下 然后这时候可以观察一下 你的手指头是不是太过于细了 然后这时候观察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画 手掌 步骤啊 按照我们步骤来哈 我给你写下来啊 手掌 第二个是我们的指节 第一指节 第一个指节 指节 指节一 然后第三步的话 是就 是去画我们的 鼓 鼓 节点 叫节点吧 节点 第三个节点在这里 给它画鼓起来 看一下 就是这块 它记住啊 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状的东西 这样子 圆形的球状的东西 这样的 这样子的 然后啊 我们再给它复刻一下 所以我们在画外轮廓的时候 它其实是比较突起来的 在这里 给它收 收上 画上 画上一边 记住啊 一定 顺着 一定是要顺着 你本身打的一个鼓节点 去走的 这个手一点 有点问题 给它改一下 之后 我们看一下内部 内部的话 仔细看 它们之间也是会 稍微夹杂的一个穿插的关系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去穿插的 弧度 或者说可以小一点 可以这样直接 或者直接画 或者说给它稍微加一点 有了 穿插 穿插表达体积嘛 穿插表达体积干 好 我们再回来 到这里 可以直接的 直接的 给它延展出去 或者说 到我们 我们画第二个 第二个指节的时候 我先把这个弧度给它截断哈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指节 然后第二个指节 第二个指节 注意观察它的一个长度 好 我们再画 按照第一轮的一个画法来 弧形的 往内收的弧形 这个是比较有骨感的手的画法哈 这个这个小肉肚 我就给它擦掉了 我们等会再画 这个手延展出去 一个小弧形 如果在画的时候出现了什么 觉得 哎 这个地方不好看之类的 就 立马擦掉 重新去画啊 真的就擦掉画就完事了啊 就不要觉得 哎 我 我 辛辛苦苦画出来的 然后 然后现在就要让我擦掉 哎 感觉好像 好像不太好 不要这样想哈 就 不好看 咱们就擦了嘛 毕竟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好看啊 都是为了好看 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画小了 它下面会更长一点 就是我们在画完之后 还是要去观察圆图的 是需要去观察的 然后看一下我哪里是不是太过于 画的太过于胖了呀 或者说感觉太过于不太好看了 然后为什么不好看 就一定要去想这些东西 之后我们再继续 往往这个线画好了之后 我们再给他 稍微把骨骼带一下 基本上都是第一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第四步就是我们的 指节二 第五步就是节节二 节节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没写完 节节一 这是节节二 这个是节节 节节是这 我等会画一个 我等会给你们画一个图就好了 贴上了 我的我的厚度 它是沿着我的骨架来的 我骨架歪了 好 我给它擦掉 重新画一个骨架 好 这根也是一样的 弧形 你是贴着它画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可能会跟圆图 就可能会跟圆图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大概的形状是一致的 就没有问题 毕竟我们画手只是为了让他 像这个姿态 而不是说为了把这个手给他画出来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种画法 就不是这样子 除非你是专门去观察了圆图 去发现他的一个画法 就觉得这个手真好看 然后我就想按照他的手的一个画法来 好 这时候我们去把它的一个肉度 它的肉度画出来 这时候去画它 看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画直线 然后也可以画成我们说的一个弯曲的 往外突出的一个小肉度 其实我自己觉得比较骨感的话 它会比较偏向于直线一点 所以呢 我给它尽量的画直一点 然后是内部 这时候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来了 弯曲 像这种有弯曲度的话 就是最好去给它把这个前后的穿插给画上 稍微带点吧 它这个穿插不是特别的大的话 就稍微带点就好了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给它画上 这时候要注意粗细的变化 首先我们画纸节的时候要注意粗细的变化 最粗 之后是第二粗 我写个二粗应该能看懂吧 二粗 之后是我们的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第六个 第六个就是 纸节 三 因为现在是没有办法看见大拇指的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画大拇指 到最后 最后做一个大拇指的画法 给它穿插进去就行了 阶阶三 哎 没有阶阶拉的 只有两个阶阶点 没有阶阶三 收尾 纸节三就收尾了 观察一下 这时候你就能够发现 哎 指甲 指甲这个东西 指甲之间 指甲和 手指头之间的关系 它是被穿插进去的 你的手指头是从指甲 呗 你的指甲是从手指头里长出来的 哈 所以呢 它肯定是夹在下方的 所以呢 记住这个弧度 是这样子的 然后才会去生长 过去 这样 包括下方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发现 它指甲肯定会在下面一点 然后才会鼓起来 然后指甲的形状哈 形状 要好看 知道吗 指甲的形状要好看 就什么 你们画指甲 如果说 哎 常规的指甲形状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U型的 U型的 然后上方是一个小圆口 下方它长的一个弧度 会小一点 然后是个小圆口 还有一种就是U型的 U型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长的指甲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 这个是二 这个是指甲的形状 然后其他什么 其他什么比较奇异的 指甲形状就不要出现了哈 就尽量不要出现了啊 然后这里 看一下 弧形弧度 是有弧度的哈 它盖盖 它盖头上是有弧度的哈 然后最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这样子的 肯定是上方和下方 它们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口 你看这里最后一个是这样子 它因为它是鼓起来的哈 指甲 它的一个面 你们平时做指甲的时候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侧面 完整的侧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弧形的弧度 所以 所以在画前方的手指头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画的 然后延展出去 这样子的 所以啊 所以根据透视的变化 它的弧度其实是会变化的 而不是错误的示范 我先说错误示范 等一下我调一下位置 我的图层掉了 不会吧 好家伙 我在一 我在一个图层上画了 错 错误的示范 错误的示范是这个样子 是正方形的 这是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一边是正方形 另外一边是这样的 也是错的 记住哈 记住哈 正确的一个形状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和这样子的 好 然后我们来画指甲 画最后一个手指头 然后先给他把 他的一个指甲 给他 什么指甲 手指头给他画出来 到尾端的时候 他的手 他的小手度 他是会往回收的 是会往回收的 他就会更偏向于一个小弧形 然后到这里 到这里把指甲的一个形状 给他描摸出来 注意缺口哈 一定是要把缺口表达出来的 但是啊 但是日慢的时候 其实不是特别的会表达指甲 我等会告诉你们 日慢的一个画法 这个是比较偏向于写实的一个手指头 然后现在可以观察 我等会告诉你们怎么去修改哈 我们先画画完 然后我再说一下 我如果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们在画到最后 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反复的检查的 这个就是问题哈 我等会再说一下怎么去调整画面 去找一下你的画面中的一个错误 就是就是怎么去找他 怎么去抓住他 这里 他的一个手指头 因为是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弯曲的斜度 看见没有 这样的一个弯曲的斜度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里凸出去 可以观察 可以观察的是阴影面 看一下 放大我看 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他的弧度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块是他的一个暗面 所以所以我们的穿插关系就是这么来的哈 包括这一根 这一根 看一下 这根也是这样去穿插的 这根是最明显的 可以看到嘛 颜色都不一致嘛 这里这样穿插过去的 所以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小细节的问题 如果觉得不是特别的美观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线画的小一点 或者说去给他 怎么说呢 给他尽量的表达出来 可以不用完全表达出来 尽量表达出来 然后我们再继续 我等会说一下 你画面中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但是我还没有改掉 然后这里弧度 他的弧度会更加的突出一点 然后上的 这样子 然后我们去把他的一个厚度给他擦出来 指甲是往外鼓的哈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记住要把指甲往外鼓起来 然后是最后一根手指头 给他稍微的给他延展出来 到这里先这样画完了之后 给他把指甲往外鼓起来 然后再做一个前后的穿插关系 就OK了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那个手指的画法 手掌的画法 我老想把这个 他的一个经络给他连接上 我就有点想 画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来调整 调整画面 调整 让他的 让他的线条看上去更好看 第七步 调整画面 到这一步我们去把线给他卡一下 像这种 像这种结尾的线条 你最好是给他做尖的 给他擦尖都行 让他有个擦尖的过度出去的线条 这里 看见没有没有衔接上 我给他稍微卡个B色点 B色点是一个小弯曲的B色点 然后给他把小弧度卡出来 然后这里多余的线条之类的 给他擦除掉 然后 我们来调整什么 好 这个是一个调整点 第二个调整点是调整什么 感觉有点肉肉的 感觉有点肉肉的 给他把弧度推平 如果觉得手上很肉的话 是可以直接推平掉的 然后把它的上弧度 给他再延下来一点 之后我们来说一下 观察的一个点 调整画面观察的一个点 是第一个是手指的粗细 手指的粗细变化 首先一般来说是第一个指节是最粗的 看一下 这里 第一个我们的第一根指节 我直接擦掉 粗嘛 粗 然后再往后延伸 逐渐的变细 这个是一定要去观察的 然后是 中指是最粗的 中指 然后 中指最粗 中指粗 不对大拇指是最粗的 忘记了 中指 粗 然后其他的指头慢慢的变细 然后大拇指粗 大拇指 大拇指和中指 谁比较粗一点的话 就 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 其实它们之间还是差不多的 大拇指和中指是比较粗的 然后小拇指是最细的 小拇指肯定是最细的 其他的两个在中间夹着就行了 在中间夹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画面 是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不是的话 我们就要去调整它 这个是比较新手的 因为画久了之后 其实就自己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就会直接就这样去画的 所以你们在前期的话 就尽量的多观察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是穿插关系 调整画面调整第二个 穿插关系 哎 点错画笔了 穿插关系是有 是会影响啊 穿插关系它是会影响 影响我们的一个透视的 如果说你的穿插关系错了 它就会透视会感觉 哎 特频啊 我们看一下 穿插关系 首先观察前面的手指的红花 没有穿插是 没有关系的啊 我看一下我用蓝色代替 蓝色笔记 好 换回来 像穿插哪个地方是穿插 首先 是我们的手指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手掌之间的一个接触点 是穿插关系 然后是这一块的一个小指头 然后这一块 谁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现在给你画一面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画法 你是不是就会感觉很奇怪啊 就跟他看这个手指头 这里错不示范 错 好 你现在看你们观察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觉得 哎 这个手指头是不是有点奇怪了 就感觉 就感觉这个这个地方 看见没有左右左右加工 他中间就凹进去了 所以一定是需要统一的哈 一定要统一的啊 给他擦掉 擦掉都会好一点 所以不要画错了啊 前后 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不要不要错了 之后我们再观察 继续观察 手度 小手度的话是最好 我们在画的时候 最好是让他 成一个比较 比较光滑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像这样的形状 就是整个手指头的话 最好就是一个 比较偏向于梯形 或者说比较偏向于一个 这样的一个多边形 这样的一个多边形的形状 就尽量错误的话 就是这样子去画 这样 这样画 这样的一个肉手啊 这个是错的 这样画是错的 尽量就是 就是一个 比较偏向于这样子 第一个多边形的一个画法 之后 之后呢 再看一下 我们再观察一下 有没有哪里是有问题的 大概的话是这样子 大概的话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了 哦对大拇指 到最后啊 我把大拇指 其他的 其他的看不见的位置 第三个是看不见的透视关系 去调整透视关系 因为我刚才其实是没有 没有去观察到有 有一个大拇指 没有画出来 我们现在把大拇指不齐 现在观察一下圆图 我把这个地方擦掉啊 除了这一根 除了这一根 之外 是不是都是手掌 剩下的都是手掌 但是如果说没有 没有这一根线的话 我们的手掌 它就是这样子的 大拇指的这一边的一个肉啊 它是这样去延展的 我换一个画笔吧 换一个颜色 这样子 这是手掌的另一边 然后再往上延伸 是我们的大拇指的一个形状 我新建一个 我给你们画个虚实图 就是就是没有没有这四根手指头的话 另外边长啥样 这样子延展出去 延展出去一根线 然后这里是虚线 虚线代替 虚线代替之后延展出去 然后虚线 我先我先画出来吧 先画出来 不然的话我怕我等会画的画子就画过来了 这样子的 好 好 剩下的话就是连 连在这一方 连在这一方 不对 手掌 手掌的一个 关系啊 现在这种 怎么老是测回测回过 等会我找一下位置 好 到这里 首先找到你的手掌的位置 手掌的位置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位置呀 但是虽然说这样比较方便 但是你们是需要知道位置的 然后 然后大拇指 剩下的这边是蜿蜒过去的 大拇指的形状 有点太上去 他应该在下方一点 往往下走 往下走到这里 好 这里就多了 然后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是另外一个大拇指 好 把多余的擦掉就行了 这样去延展 你就不会发现 哎呦好像有什么问题 这这个是另外一个手的一个方向 之后我要再说一下 我们观察一下圆图 你会发现这一块 哎 这块是缝隙肉啊 看见没有有个光感 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补齐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 第四个补齐 其实你看这里都会发现 哎是不是 手手指跟手指之间 他不是连接在一块的 他不是说哎 你就是刚好 刚好贴在一起的 你可以观察自己的手掌 第四个就是他们中间的距离 注意距离 除非你的手掌啊 一个并拢 注意 距离 首先 首先啊 我给你画一个手掌 正常的一个手掌是 如果说是并拢的话啊 并拢 哎 并子 并 并拢 我想起了并子 我忘记了 拢子怎么写了 哎 拢子怎么写啊 和 并 并拢 应该 我感 怎么 我感觉他是笼子 但是我一写出来 就感觉像打扰的绕 就就就 合并吧写个合并 合并 手掌 对啊我就我就感觉他好像是笼子 我又感觉他就像打扰的绕子 我就很难受 好 并拢的可以观察自己的一个手掌 首先画一个手掌的形状 我把大拇指直接圈进去了 我把大拇指圈进去了 所以我的五边形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手掌 整个手掌的形状 然后到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观察 首先我把一个大概的位置给他画出来 我的手掌是个并拢的状态 我就稍微给他画出来 观察一下自己的手 观察自己的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五指 五指 三 五指 三的一个形状 我被自己的口瓢给 搞笑了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 就长短先不管啊 长短先不管啊 别说什么太短了 好到这里 然后延展出去 它的一个弧度是 根据这个手指头中心 中指之间 它是往这边扩展出去的 扩展出去的 有点粗 因为占比会有点大 这样扩展出去的 然后大拇指之间会产生一个挤压 它也会往下走 剩下的一个手指头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去延展出去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感觉戴了个小手套一样 好多余的我擦掉 这个是并拢状况下我们的一个肉 一个肉它之间的一个关系哈 它是会往周边 从中间中指开始往周边扩展的一个弧度 然后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张开 张开的状态下 张开的状态下还是一样的 画一个形状 我还是把这个五边形的一个 一个手掌大全掌给它包含进去 然后我画一个开扇 开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把手掌稍微戴一下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手掌跟手掌之间 会有一个明显的空隙 观察一下自己的手 是不是有这个空隙 延展出去 就长短我先不管 长短我先不管 到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们中间会有一个往回凹陷的 或者说比较直的一个小弧度 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这样子的 这个是背面 都是背面 它们之间就会有一点像那种小峡谷 然后到大拇指的时候会凹陷的更多 这样去进行一个凹陷 这样子 都是背面 背面 懂吗 注意 注意今天的一个细节点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就有时候你们画可能会忽略到这个点的时候 就观察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本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好 这个就是所有的手掌的一个画法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圆图 现在是不是就能够理解了 好我们把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关系给它描绘出来 看一下圆图 哎我的 这时候就会发现 哎我的手这个手 是不是我给它们直接画到一模一样了啊 我怎么挑 我把小拇指 小拇指给它改了 小拇指往边边再靠拢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发现我画的手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失误的 好给它延展出去 然后这一块给它衔接上 我们之前不是画了一个立体的东西吗 这时候就赶上作用了啊 好给它延展出去 上面再往上走 这时候这个地方的话是直接就是一个小三角 因为有个图示在里面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手的一个画法 我就我就示范这一个哈 因为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 就画一个 然后再观察一下我们的手指 是不是好看的 好 关掉 观察一下 这个弧弧形 我说为什么画不了 是因为我的压感问题啊 它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压感的 我就可以直接延展出去了 现在可以观察一下手指的粗细 是不是一样的 手指的一个粗细度 好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凹陷的太过分的啊 这一根太过分了 给它给它往外扩一下 之后再观察一下长短的问题 就哪个手啊 什么太长了啊 太短了之类的啊 中指有点太长了 你看中指跟食指 要不然就是食指太短了 要不然就是中指太长了 给它稍微的挪一下 直接套锁挪啊 缩短一点点 我觉得应该是食指的问题吧 食指有点多啊 先先这样吧 好 这个是我们整个手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画法 然后其他的手的话 你们就自己刻后画吧 毕竟周末了对不对 就自己在刻后去练习一下也行啊 基本上结构按照啊 结构是这样的 步骤的话按照这样来啊 我把我把他们之间那个关节连一下 首先手掌 手掌是这块给你们画一个稍微的小简草图 手掌对应一下 是从这一块开始的 整个都是手掌的范围 好 这个是我们的手掌 然后找到我们的指节1 指节 指节 指节1 在这里 这 这个 这一块都是我们的指节 然后找到我们的节节 其实现在的话就可以 可以把它也算进去的 把它全部规整进去吧 好 节节节节是这一块 嗯 晚上好 哎我到 我上个上一半啊 这是节节 然后是指节2 指节2在这里 指节2 然后是节节2 节节2是在这里 这一块都是节节 都是我们指节2 剩下的是指节3 指节3 包含了支架部分 好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手掌的一个结构 最后呢 就是调整画面 以及我们的一个 穿插关系和透视关系之间的一个影像哈 好 就 就记住 观察圆图就行 观察圆图 或者说 自己在画一些比较偏语 日系的话啊 对 还要给你们画一个日系的手 像日系的手的话 他其实会怎么说 男性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说是男性的手 男性的手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男性的手 男性的手的一个特征就是 就是节点 节点明显 节点 节 节明显 他的一个特点 特征 然后我们再给 我再给你们画一个女性的手啊 看一下 这一个吧 这算了 字写太多了 这个吧 像女性的手的话 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女性的话 讲究的是一个柔哈 女性 讲究的是一个线条流畅 就我就今天就是大概的给你们淋摸一下动作啊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作业内容是不一样的 然后作业的话也是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喜好来就好了 大概的一个手 其实这个比较明显可以看到对不对 这里 这里是我们大拇指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手掌的位置 晚上好 怎么回事啊你们 我上课上一半了都 好 这里 大概的一个形状给他画出来 对一个缸一个柔 然后再给他把直接按照我们之前的去给他打关节骨 还是需要去把关节骨给他打一下的 他的关节骨的话会比较偏向于这样的一个切面点 给他画上 然后给他延展出去 像女生的话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指 他的转面的话是二三节节 就是第二个第二根指节和第三根指节 他们之间的衔接会更加的柔和一点 就不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大转折面 稍微的带一下 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 第二三二三指节 直接直接 自然 连接自然 我感觉今天没有两个小时好像不太好下课 手这个东西啊 手要讲的比较多 但是呢 如果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自己画自己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想要什么动作的话 就自己画自己就好了 好 然后大拇指如果要画的话 可以稍微的给他带一下大拇指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出来 就是大拇指 好大概的一个骨架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 把他的不透明度降低 等会我把这一块给他剪出来 这个字的话要单独的给他画出来 笨的话我降低不透明度他就看不见了 再挪上去点 好 ok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的手 他的大概的走向啊 换个颜色 到这里首先我要把他的手给他 揉过去 一个一个指线 他会比较偏向一个 哎画不止 他比较偏向一个比较柔和的弧度 到这里 这个手掌他的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需要表达出来的 好这个是我们手掌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就直接直接画上去了 第一个指尖 这个指尖是一定有的 这个这个 这个跟手掌连接的一个指尖是一定会有的 像这种比较側的话 他肯定是比较突出的 然后再沿下去 然后再连接下去 再连接下去 然后是第二个弧度 就直接画线就好了 直接把他的边缘先把一边画好就行 或者说你可以单独的话 我先给你们展两个 然后再说一下 怎么去把它单独画出来 然后这时候再给他们衔接上来 这样 他会更感觉 就感觉他的指尖好像比较柔 比较比较柔和 就是你如果不仔细去观察的话 他可能就看不见了 包括这个 包括他比较冥想的这样的一个转面的话 是可以去把它变换一下的 等会再改 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萝卜手 就把它当成一个萝卜画就好了 就感觉像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萝卜手 萝卜手 这样子 先画 然后去抓骨节 还是稍微的让它鼓起来 但是它不是那种突出的 它会跟手指之间 让它形成一个比较自然而然的一个小圆滑 就直接滑过去了 然后它有一种就是我们一个指尖一个指尖的画 这样画 然后再给它转个面 看一下观察一下圆图 好像是比较比较过去的 我画我画的比较的粗 我画的有点粗啊 我给它稍微改细一点 太粗了 手指啊 女生的手指细一点 没有关系的 细细的 好看 然后 给它扩展出去 好 这是第一个指尖 然后再转过去是第二个指尖 第二个 大概 大概两个指尖就够了 它可以不用转面哈 除非你要尊重圆手 这样吧 尊重圆 圆圆 哎不对 怎么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 就是尊重本身的一个画的一个手的话 就可以这样去把它原本的一个形状给它描绘出来 像比较好看的话 就是最好还是按照我的这个形状来就是流畅啊 它线条一定是流畅的一个状态 我这个弧度有点歪啊 我给它 我给它把手指全部改细啊 萝卜手 然后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 这个地方太螺了 给它圆的 圆充 到尾端哈 到尾端的时候就比较圆润 比较圆润 加两个眼睛就是人生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手给它延展出去 还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给它画的比较 比较柔一点就好了 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漫画手啊 漫画的一个画法 然后再观察一下 看一下哪个手指画的太长了 或者哪个手指画的太短了 观察圆图的环节道了啊 这时候就可以去改一下 改一下哪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好看啊 或者哪个位置没有衔接上呀 另外一边的这个手上 那手上可以稍微的给它带一下了 大概的一个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的 关掉 把我们的这个关掉去调整 因为这个手其实 因为我画的是比较 我画的比较的 比较的快 知道吧 就我平时画手的话 我可能画的会更快一点 现在呢我给你们拆开讲 就可能还要调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地方缩短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手指头 哎对发现了 食指太短了 食指的一个画法太短了 对食指太短了 我给他画的粗一点 然后食指的话是可以稍微的 往下再挪一点点 然后像这种 因为很柔和 所以你如果说有什么弧度不太对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套指节 然后去改的 这个非常方便 然后把他的上面的几个手指画粗一点 这样去改他 这个收收收收好看一点 然后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 我还是觉得他的一个手掌不是特别好看 给他稍微的调整一下 给他缩小一点 毕竟是女性的手啊 给他把手掌缩小一点 我知道了 缩短缩短束 这个就是手动缩短束 然后像骨节啥的也是一样的 给他画的圆一点 然后小拇指太长了 小拇指太长了 给他再画短一点 修短一点 好 再观察一下 拿的不太对 好像中指有点太短了 或者说是无名指有太长了 好 OK 到现在我们去添加指甲 指甲的话 现在就是直接 哎 直接画一个弧线就好了 如果说想要全部画完的话 也可以像这样 直接去添加一个弧线就行 记住啊 指甲 像这样的指甲的话 他其实也是会按照原本的一个画法去画的 他的指甲是这样子的 正面 正面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越往后靠 越往后靠越尖 越往头靠越尖的指甲是最好看的 对于女性来说啊 这样的 指甲 这样的指甲是最好看的 然后是没有这一块 没有这一块啊 就最好看 然后我再把上色讲一下 我就顺着最后一个手去把上色给你们上了啊 观察一下去稍微的把线条给修饰一下 因为我线条还是比较粗糙的啊 我线条画的比较糙 哎 这个把第一个指甲也给他修的细一点 好这样 不是特别的突出就行 他的指甲 有没有 这样的 这样的指甲会比较粗 比较粗一点 然后这个第一个大拇指 对什么大拇指啊 这个地方给他再画的细点 然后大拇指出个头 出个头会好看一点 这样会显得手指特别的修长 然后呢 如果说想要追求三指甲明显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给他擦掉 然后给他稍微的加一个小弯钩 稍微的加一个小弯钩 然后手指支架的话也可以给他稍微的擦出来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的 支架它它们之间其实也是会有一个前后位置关系的 可以稍微的戴一下 然后最后一根也是一样的 稍微的戴一下 这个是比较细致的画法啊 然后粗一点就是我刚才那个就可以了 到这里可以稍微的给他往外鼓起来一点 就是你能够明显的发现他的线条产生了一个位置的变化 就不是一根直线就行 就证明他改变了轨迹 他改变了一个轨道 这样 都行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不是特别的明显 给他稍微的擦出来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比较偏向于女性的手 就是细就完了 细细细的 人的观感会非常不错 然后就是手 手画过去之后 是注意一下我们跟手 手搏一个连接点啊 他会有一个骨头 他会有一个骨骨隔点 给他稍微的 像这种 这种就是偏日系的一个画法 给他稍微的鼓起来就行了 好这个是日系的 女性日系的画法 日系手 这个这个戏子 就是动漫手 日系手 日系手 然后像上面的就是比较偏向于 写实的手 男手 或者说叫写实的手 这样的 然后说一下上色 上色的话就是 就是新建一个把把线稿放在最顶端 然后呢去选肤色 我直接吸色了我都快 选肤色哈 肤色的一个选择也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规模是一样的 我换一个画笔 画笔是这样子的 我就先大概的速涂一下 抓紧时间啊 我们抓一下时间 毕竟一个小时讲个手 底色填充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大概的去看一下颜色是不是比较标准的 如果说不标准的话就再Ctrl U一下就好了 像这种皮肤的颜色的话可以尽量的偏白一点 或者说就是我刚才的这个颜色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再去新建一个我们先正片底底 正片底底去把这一个 我们不是画了透视线吗 先给它全部圈上 像这种像这种透视线 穿插线嘛叫穿插线嘛 然后给它圈上之后再给它 把下方看见没有 这样的一个下方面给它擦掉 一个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弧度给它画上去就行了 然后剩下的这块安眠全图 像手掌内部是一个比较偏看不见的 所以能给它全图掉 然后呢是手腕的一个地方 手腕的这个点 这个颜色是不是不太明显啊 看出去一下 大概的范围我先给你们圈出来 我直接选这个颜色 我先给你们把大概的手指画法给你们画出来 这样弧度 因为手是会发生一个转变的 所以呢是弧形的啊 弧形的 它的一个按照它的一个位置 弧形的往后图 这个地方上色也是看的穿插 也是看的穿插 这是你的这个穿插点的话 穿插它有穿插的话就是弧形往那边倒 对吧 然后这地方有一个前后的一个透视 所以呢给它加一个投影 三角形的投影 到这里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三角 这里夹角的一个区域 给它涂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手指的位置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小弧形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最最最基础的就是平图啊 平图就是看见这个位置 大概的位置给它涂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往上走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手背的话 就尽量还是不要动吧 手背让它光滑的 女性的手的话就是光光滑滑 我拿到就行了 就是我每次好像说一些 说一些很很烫嘴的词啊 就容易说一些很烫嘴的词 好到这一步之后 大概的范围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看出一个 我给它把颜色过一下 大概的一个暗面的选色的话 是比较偏粉的就行了 偏粉嫩的 但是不要差距不要很大就可以 差距不要太大了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然后再新建一个 画一个腮红 腮红的话就需要画一个笔刷 笔刷的话 选择我们小软就可以了 然后就软边缘就行了 然后手指 因为手指它是比较粉的 它是比较肉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比较红的颜色 然后放大 看一下 现在选这样画的话 它颜色其实是会比较比较红的 给它降低它的一个饱和度 看一下效果 这样差不多 然后给它涂上去 我感觉还是要再红一点 把这个啊记住 把这个涂层拽下去 因为阴影 阴影是 覆盖在腮红上面的 它一般是指节 突出的这个指节去画腮红 然后不要全部都画 然后是指尾去画这个红 直接给你们看 这个地方 好 这样 然后是剩下的 剩下的这个地方 延展下去的 这样的话 让手指之间有一个小的一个弧形 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是手 手这个小包 我们手掌的这个小肉啊 这个地方可以涂腮红 然后内部的话也是一样的 内部的那个小包也是可以去涂腮红的 到现在 如果说颜色过度不是特别的自然的话 可以运用涂抹工具 涂抹工具去把它运开就行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腮红的范围 然后还要在网里面深入的话 就是去选择那个 去把它的一个 更详细的一个厚度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 给它选择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腮红就行 还可以变色 说实话 我觉得变色也行 太太深了 好 然后再新建一个 画一个支架 支架油 支架油的颜色就随便吧 换一个画笔 哎 我突然我我上到现在 我才发现我的那个快捷键没按 没有没有把它按出来吗 我记得我画的时候给它摁出来了呀 这样 好奇怪 我上了 我记得我上课之前应该是把那个快捷的那个键给它开开了 算了算了这节课那就不开了吧 到这里 然后像这种像这种就可以换一个笔刷去擦它 可以给它过度一下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这种渐变的过度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就可以不用画它 这样 就差不多了 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子的 就把阴影画出来就可以了 再深入的话就是 把这种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给它描绘出来就行 这样的 再继续深入的话就是把它的这些阴影暗部给它描绘出来就OK了 然后就是把它的一个 把它的一个阴影的颜色给它调整一下 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下 找到阴影的位置 橡皮 还是我们的橡皮擦给它推回去 这样的话如果说进一步的一个画法的话 这样的话会看上去更加的透一点透亮一点 一定是去擦的边缘一定是擦的这个边缘啊 从外面从外面往回推进去 这样的话它的过度才会比较自然 如果说你到这个地方开始推的话 它颜色都被擦没了啊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 还可以深入 就咱们就暂时不深入了啊 就这样吧 好然后到这个角的一个结构的话 我就把密码 把你们把告诉你们一下密码 不是素材包里有个东西哈 这里素材包里有两个 但是只有一个 因为之前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删掉了 但是又出来了 这个 第一个这个是班长给的 点开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链接 链接打开 链接打开之后 新建一个 之后会给出一个提取码 提取码的话是0117 好 这样的 OK 我把我把这个密码打在这里 0117 它是有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这个东西啊 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然后就给你们写口气啊 先写一下 咱们写一下 讲完了手 然后接下来会讲一个脚的结构 因为脚的话 一般都是穿鞋的 会讲的快一点 好 那这个是我们本节课手的一个 一个画法啊 可以休息一下 我喝一下水哈 ok 那我们继续 然后讲到脚的话 我们是因为 因为别看只是一个脚哈 其实脚脚的结构也非常多 所以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画法 就是咱们不用去记 哎 什么什么这么多关节 什么内内怀观 然后什么 什么 句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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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都不用记啊 都不用记 咱们记形状 像这种都直接不要记 我们用形状去归纳 形状归纳 太多了 根本记不住 说实话 决意的才会记住它 首先 我们要知道脚的形状啊 脚的形状是这样子的 正常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分为了四个部分 四部分 我换一下我红色的笔 今天今天这个知识点还是蛮多的 就咱们你就看回放好了 这个是比较细致的 好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脚后跟 啊 这个是比较 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嘛 脚嘛 脚后跟嘛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它的形状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包包 像一个三角形的 首先我们用三角形起草 然后 给它画鼓起来 前面鼓起来 然后这边鼓起来 给它加一个小船帆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顺着我们的一个 下脚跟忘了 好 大概是这样的 它的周围都是一个小弧形 记住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 看上面 首先它是这样的一个斜切面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然后这样子的 也不对 不应该这样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我把它们直接衔接上 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颜色 然后这里 这个地方 连接上去 它是比较偏向于终点的 终点的位置 我们的小圆弧终点的位置 然后 这样去延展出去 像桥子 长了是吧 好 这里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它另外一边的话 它的一个特征其实比较明显 另外一边的话 可以更明显点 我们待会讲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感觉很简单 对不对 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比较偏直的 然后 但是实际上 这个地方有个小骨棒 好 这个这个是一个侧面 这个是脚的侧面 外侧面 然后是我们第四个部分 脚趾头 脚趾头的话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扁的一个梯形 当成一个梯形去发展 梯形发展 然后脚趾头就覆盖在上面 这是我们的三四 这个 这个就是脚的一个画法 然后要注意的是 把它们衔接上了之后 哎 这样子 怎么感觉怪怪的 这个颜色没有选好 哎 这样的 个弧形 它是越到大拇指的位置 它是越大的 越到小拇指的位置 它是越小的 这样的一个弧形 然后三 它的外轮廓 我们现在把外轮廓描绘一遍啊 外轮廓 然后到这里是往外鼓起来的 鼓起来的小根鼓 然后再收一下 然后再鼓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下脚掌的一个画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脚的左面跟右面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正反面 是不是 左边 哦这是背面 正反嘛 正面 背面 然后正面的话 你单看的话 它的一个形状 我们刚才不是划分过吗 首先脚掌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话 是顺应着这一根线画的 顺应着这个地方 鼓起来一个小鼓包 以小鼓包为界线 去给它延展开 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剩下的话是拿脚掌去规划的 这是第三个部分 剩下的就是脚指头 第四个部分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按照我们的小圆形啊 因为这个地方内脚的话 它其实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小漩涡的 所以呢 弧形第一部分 然后呢内脚掌 内脚掌是顺着这个小鼓包走的 这是第二个部分 然后剩下的 这是第三个部分 知道吧知道这个这个关键的一个关系就可以了 四个部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画了 就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记住 记住脚最简单 我们最简化的一个形状就是这样子的 脚没啥说的 主要是穿鞋比较比较难画 穿鞋的难画 这样子 一二三四 简单 就就这么简单 好简单啊说实话 这个脚真的好简单 然后看一下 在绘画的一个过程中 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走 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 然后侧面主要是 主要是脚这个东西啊 好不好看完全就是按个人的一个想法来的 好不好看都是按个人的想法来的 就其实我觉得不太常见啊 毕竟大家都在穿鞋嘛 对吧 然后说一下脚趾头 脚趾头应该是比较难的 因为脚趾头它比较常规的一个画法 就是中间凹陷 然后凸起来 它们之间会有一个小夹脚 可以观察自己的小脚 小脚啊 可以观察自己的脚 现在就脱鞋对吧 就就边看我的视频 然后边脱鞋 然后整个屏幕都 都有一股酸菜味 完了 这节课是一个有味道的 有味道的课程 到这里 然后 它其实脚的一个指节啊 脚的指节好像是两个指节 看一下 因为不太常遇到了 对的 脚的指节的话是两个指节 看一下 都是啊 都是两个指节 全部都是两个指节 所以我们按照两个指节去画也可以 按照两个指节去画它 首先我把形状画出来 然后我稍微的给它带一个指节 带第二个指节 也可以按照我们手的一个画法去画 除了脚掌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都差不多 好 延展出去 第一个指节 第二个指节 第三个指节 第四个 好 然后我们再去画它 本来这些颗有脚 有脚就是一个比较有味道的事情了 赤脚大仙 赤脚大仙脚超大 超级大 然后到这里 好 第一个指节的话 让它鼓起来 第二个指节给它收回去 它就是 它就是有一些人 它脚的时候就长这样 就是它的指节之间挨得特别紧 然后 然后它的一个画法就是 就是 最后第二个指头会更大一点 好 这是第一个特点 脚指头 重点在脚指头 脚指头 脚指头 脚指 欸 我怎么感觉 脚脚指的指是不是不一样啊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欸对 对 聪明 脚脚指头啊 脚指头啊 脚指头 它的一个 一二节 脚指头 一指节 它是有两个指节 两个指节 第一个指节 一指节 一指节 和二指节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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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把这边 当拎出来吧 好 好 因为我觉得 我画的脚其实不是特别好看 因为我也不太经常画脚 然后 像一指节 一指节在这一块区 这个是一指节 这个是一 一 然后剩下的这整个是二 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指节 二指节 反而会更大点 更大 小 然后还有一些人 他的脚非常的长 他的脚指头是非常长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一下 这样子的 除了大拇指 大拇指肯定是 最后的脚指头会更长一点 然后 指甲的话就是 就是 这样子 慢慢的慢慢的 就很小 正面的话 是这样的 正面就是 特别大一个脚指头 然后 指甲 指甲的话也是会有一个小弧度的 指甲的话有个小弧度 然后 再延长过去 上方再延长过去 好 这里 走下去 好像画的有一点点 太过于 太过于 细了耶 然后这里延长出去 注意哈 它也是会有一个夹脚厚度的 你脚是有厚度的哈 到这里 然后画个大拇指 对 十 十脚指啊 十脚指 然后 这时候它可能就直接就 支架就翻盖过去了 就是你没办法看见 支架 它是 抬起来的 它是会顺着这个弧度去走的 然后一样的 慢慢的就 延展开来了 这样的 一个小指 是比较Q的 比较可爱的 到了小拇指 特别小 小拇指指甲超级小 这样的一个画板 然后再延展出去 这样的一个角 哎 大拇指 我大拇指 我大拇指画的好丑 哈哈哈 给它画的 画的Q一点 感觉 感觉我大拇指好像被人踩肿了一样 给它画的小小一点 画的细一点 像这样的一个正面 正面就是注意一点 就是在支架 支架 支架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比较 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的支架 你这边画成这样 你另外一边还画成这样 它就是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好 这个支架 这边支架 其实脚的支架太小了 其实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的吸人注意 除非专门画那种脚空的 就是这样的 专门画 画脚的 足控嘛 足控福利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样的 按照我们刚才的画分 按照我们的四分 四部分分 分开 去在我们的画上去做一下 首先 新建 新建一个图仑 然后 找到 找到我们的第一部分 顺着它的一个弧度走 弧度走 是底下的那个球带的部分 算成我们第一个部分 然后呢 是三角形 对不对 我们之前说过是三角形的 然后再鼓起来 三角形的再鼓起来的 它的周围 因为本身是三角形的 脚后根会鼓起来 然后脚底会鼓起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这样的 改名了吗 还是没有改 对不起 你回 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看这个名字 我不是特别眼熟你啊 你是不是在我课上开小菜去了 好到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记住啊 它的脚背 脚背是鼓起来的 看这个脚啊 它脚背是鼓起来的 我可以给你们两边都给你们圈出来 第二个部分 这是第二个部分 然后 然后 然后内脚掌 像内脚掌的第二个部分 它是会往上凹陷的 它这个特点就是内 内的话就是往上凹陷的 我可以 我突然感觉我可以给透视给出来 透视这样的 其实它这个不是特别的好画透视 像这样一延展出去 它的内脚是会往回收的 然后再延展出来的 它脚主要是它的脚太好看了 我我画不来这样的脚 好到这里 好延展出来 这是一部分 然后这是二部分 二部分 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弧度是往上提的 内弧度是往上提的 然后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注意一下我们的左右的位置 这里 会鼓起来 它是鼓起来的哈 然后这里 看见没有 这样的它是一个鼓起来的一个弧度 然后内部的一个脚也是鼓起来的 然后它的脚掌下方的话 它也是鼓起来的 鼓起来的一个节节点 好 这是三部分 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部分了 这个就没啥说的 脚趾头的一个位置 四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四部分 看见没有 它的一个脚 第一个大拇指的脚 它是往上抬的 然后其他的脚 它其实到这里它就弯下去了 懂吗 然后脚趾头的一个长短排序的话 是因人而异的 懂吗 我写个脚的长短 脚长短 随机 因人而异啊 因为其实脚比手 其实脚比手的变化会更大点 因人而异 比如说这个脚 这个脚是长这样子 我们再往上走 你再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好像是大拇指会更长一点 看见没有 你会发现好像大拇指更长一点 然后看一下 或者说 哎跟中指 不是 跟食指持平了 或者说他们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所以其实前面的 大脚趾 大脚趾 大脚趾和二脚趾 大脚趾或者二脚趾最长 小拇指肯定是最短的 小拇指肯定是最短的 最长 小拇指最短 小脚趾嘛 小脚趾最短 小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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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形状打出来之后 你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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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吗 本节课反正本节课不会教但是你可以在素材包里看一下有没有 咋回事啊 素材包里应该是会会塞的吧但是我不知道塞没塞 会塞但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 不要不要有这种 这种想法行不行 我也可以教但是黑丝的上色的话 那啥 我只有黑黑了 然后到这里 去按照我们的一个结构化他 这个是我们的第1个部分 然后再延展出去是第2个部分 第2个部分 我先简单的把形状勾勒出来然后第3个部分 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了解腿的一个走向问题就是不是特别注重于他到底准不准啊 咱们就今天的目的就是这个 好 这里 就是 但是看上去没问题就ok了这个是123 4 OK 然后 新建一个 其实 其实 比较明显的就是他的转折很明显他的 他的一个 他们之间的一个转折是超级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两条线 看见没有 是两条线 然后我们再继续一个深入 首先把脚脖子画出来 再前一点 脚脖子画出来 然后 这里看见没有 在在这根指线上面的话是我们的 踝骨 踝骨 脚踝骨 脚踝嘛 这个地方是脚踝 哦对 脚踝 注意一下脚踝的一个 正面 它是不一样的 好像没有 没写 我看一下 没有 脚踝的话你可以看自己的脚踝你可以去摸一下你会发现 脚踝他的斜度是不一样的 脚踝的斜度的话是这个样子 好像是这样的 是斜的是往内斜的哈就左右都有脚踝吗你的你的左右都有脚踝但是脚踝之间他不是横线 脚踝不是横线脚踝他的一个画法是这样子的 大概的画一下 我画的很 我画的我画的很随性哈大概的随性的画一下 然后 脚踝在这里 有些人没有脚踝啊这个但是不 不不不证明 哎不是 没有脚踝是证明看不见脚踝不是不是证明没有脚踝哈 好在这里这个位置这样去斜切的他是斜切的哈 左右脚踝脚踝的位置他是一个斜的 左右都是对称哈左脚右脚都是一样的 对称哈这个这个是一个比较 细节的东西 好大概大概的提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到这里到这里延展下去 我都看不见了我自己画的一个 横切面我自己抓不着 我关了啊我看一下原图 到这个位置之后延展出去 这是我们的第1个弧度到这里了然后第2个弧度延展出去他是往外鼓起来的 第3个弧度延展出去 我是直接可以顺着这个弧度然后根据我说的一个特点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骨头 这里是往外凹的 然后到了我的脚趾头脚趾头这个东西放到最后话啊我们把另外一边画出来 然后到这里延展出去一个一个 我们的怀骨画出来 怀骨注意一下怀骨的位置啊他这个怀骨的位置在哪啊注意一下位置 他是他是快贴合在我们的脚上啊就是这个角度看的话是贴合在脚上的啊 就不要画到这里啊不要画到这个位置啊错的这个位置错的啊 然后我们再继续 不要看我现在说了这么多个这么多个位置啊你们一定要去系啊不然 不然不然不然 不然我们我好久没让你们看到我的小皮鞭了啊 别让我揪到别让我揪到吧 把这个怀骨画在上方的啊不然的话小皮鞭 小皮鞭伺候 好到这个为止延展出去 好这这块三部分给他吐出来 真好 看见你说看这么多边我就放心了 好到这里 这个我们把脚趾头画了 这里画了反正就是质点其实蛮多的因为 因为手吗人吗人就是这么复杂的吗对吧 人就是这么复杂的 所以呢我们把细节抓住了 然后对脚趾头他的一个 脚趾头他的他的一个 内部的话是遵从我们五边形的原则哈 内部是 也不说对的对的对的五边形那个原则 我还说我还没反应过来 看见没有 也是按照手来的是中子中子最长中子最最最靠那里 懂吧 所以记住啊记住斜度的问题 我给他推一下我感觉有点太 上去了 再坏个脚趾头 大概大概去画完了之后给他翻上去 这块 这块给他翻上去 注意一下倾斜度哈注意一下倾斜度 放大画不然的话太太太难画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我画的有点短呢 给他延展出去 记住这个地方 哎这个地方看在这里 不要看他的这个线是这样直接连上去了啊 看见没有 这里有个三角区域这样的 他跟他跟我们的 手 最大的区别是 他的他的 大脚趾和 二脚趾以及我们的 小小脚趾之间 才会有这样的风险 其他的三个手 三个脚趾的话 他贴的很紧啊 就是你 你如果说有些人他能 他脚趾能炸花 知道吧 我们我们叫炸花 有些人他可以 但是有些人他不能 所以我们就 统一按照不能来处理 懂吧 所以 这里就是比较直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纸线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脚 小拇指啊 一定要分开啊 这样一定是要分开的 就好看啊 这个东西好看 知道吧 你不要看他们这些全部都是闭合的状态 这是闭合的状态 如果说你脚要炸花 他就是这样的 野猪会炸花 野猪怎么炸花 好这样画他 然后 再延展出去 记住话 他的一个第一指节是非常的细的 然后到了第二指节他才会变粗啊 这样的脚才好看 知道吧 脚控浮音知道吧 其实现在搜 脚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不太好搜 尤其是 尤其是花瓣这个东西他把他把脚 他把足控这两个字给我封掉了 我今天还说给你们再加点书 结果 结果结果全封死了好吗 直接就搜不到这个东西就估计就是什么进尺 直接就搜不到了 就只能搜脚 然后脚好像没感觉没看见特别好看的一脚 所以我就 就没甩进去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看这些脚 好这里 最后一个小脚趾 真真的是防得死死的 就就这两个字然后一张都说不出来 我们叫分叉 我叫我叫他炸花 稍微的给他加一个支架 有些人的有些人他小拇指是没有支架的有些人他支架 他支架是分叉的 就就很神奇啊 小拇指这个东西 小脚趾他有些人他脚小脚趾是两半 然后有些人他的小脚趾他就没有小脚趾 就就很神类 所以所以所以说我说脚长的千奇百怪 脚是真的长的千奇百怪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线条这线条里面应该是比较熟的吧 线条就刷成这样就行了 线条刷成这种就行了 然后大概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了 好那我们我们就本节课其实就这样就差不多了像这些 像这些图的话 对穿鞋的话还是说一下 因为 鞋子 因为鞋子他其实是按照脚的一个形状来但是他不可能完全贴合脚啊 所以他会更偏向于比较直的线 我这个 这个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看一下他脚的一个内部结构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注意注意还一定是要先去了解脚的结构然后 才去画的一个鞋子 这样子 然后这是骨头这里这里是我们的脚脚的第3个部分 然后再延展出去 鞋子 记住鞋子也是有厚度他而且鞋子的厚度其实比衣服啥的还会 更高一点然后这里延展出去这个地方是 对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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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然后剩下的就是脚趾头的脚脚头的是了 不会贴在他不会贴在边的 记住高跟鞋这个东西他一定是不会贴边的没有人 没有人他脚长这个样子没有人他脚这样长的 记得皮鞋吗 皮鞋他皮鞋他是这样子的 皮鞋之前还有个卡因为他出了个皮鞋 然后有些人就专门画了谁的脚长这样 没有人脚长这样啊这个是错的啊记住啊 他的脚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然后大木大木大脚趾 这样的一个脚趾才才是对的 有点有点丑 大概的一个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的 记住记住啊刚才都是错的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这样画的我大木子画的有点小 好 所以啊所以所以记住 留着吧留着吧留着这个这个是错的 所以你们在画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厚度的问题 到这里收拢然后区分一下 第1个部分 1然后2 然后3 记住啊3他3其实是比较控制的弯曲度3 控制的弯曲度哈注意一下 鞋子的厚度 鞋子是有厚度的 然后突然之间忘了厚字怎么写 这个是厚厚字吗这个我写的这个是厚字吗 应该是吧厚度 就是现在写明明写得出来结果认不出来然后要不然就是 哎好像是长这样子就感觉自己好像好像画对了 感觉错了吧错了吧我写我想起来了 这样的真的是把我的文化按在地上磨擦 好对的这样的 好 差不多是记住画的时候一定是要遵从这样的一个画法来的 然后 不是想画黑丝吗 可以可以搞一下 像这样角的上色的话 角的上色的话因为是日系的话就可以不用画的 不用画成他这样的一个油画的一个质感 像脚我就稍微的涂一下颜色就好了 鞋子的话你们就 去笔着画就行了就注意一下厚度一定是要先画脚掌 再 先把脚掌的一个位置大概的 理解一下然后再画鞋子 懂吧 不然要不然你单画鞋子的话 他其实会有 一点点脱离 有一点点脱离 画法 刚说入一下 颜色太深了 好 脚然后新建一个简线模板 画一双鞋就不用画脚指头了 可以啊没啥问题 像这样 像脚的话就是 先把这个地方卡壁色点这个地方有个壁色点 然后沿着这里走 沿着这个这个怀骨的位置走 怀骨的话是一个小球所以呢 需要把他的一个边缘给他画出来 之后 之后呢再往这里看见没有这里是有一个前后的一个透视的 所以呢把这个脚给他开个壁色点 然后这里 就是我稍微的给你们看一下黑丝怎么画 我 我其实我也没怎么画黑丝 因为我是个正经正经人好吗 我是个正经人所以我很少画黑丝 但是呢我可以试一下 其实可以去 找一下 找一下黑丝他的一个画法 如果我翻车了我就去找一下参考图 太太久没画我太太久没画过了 你不懂 你不懂 好这里稍微的带出来一点 带出来一个线就好了 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脚趾头的画法 脚趾头的一个上色 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画法 然后看一下看一下可以稍微的补一下这些地方 给他卡一个壁色点 然后这块 脚踝的这块可以稍微砍下 就是这样 脚啊 然后 其实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涂抹我真的是 没有没有把它搞好 你们涂抹应该是可以直接很容易 熨染开的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熨染 我觉得效果会很好 像这些边角都是可以熨开的 我这我这里运不了 我就这样直接 磨它 磨一下 大概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 其实还能继续 说实话 像日系的上色的话 就是我现在都是教的一个平图给你们 就是只教了平图 然后还能疯狂的 疯狂的 西华 好这里给他稍微砍一下 橡皮擦给他卡一下褪色 这个这个东西叫 哎叫叫啥来着 这个东西叫 反色 叫反 反 反颜色的反色 反色 这样的话整个画面 其实看上去会更通透点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还可以砍一下 我们的一个明暗交集线 但是我现在的话 没卡 就直接 没卡 好这里可以稍微的带一下 把他的脚后根给他画的明显一点 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弯曲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暗部就可以了 然后呢 好 铺一层黑丝 黑丝很简单的 黑丝超简单的 Ctrl G 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之后甩上去 然后 给他用一个 Ctrl 明度 给他拉过去 给他拉过去之后 降低普通明度 嘿嘿 看见没有 我降个普通明度 我就能画 要不然就是这样 先降低普通明度 然后 然后橡皮 掏出你的橡皮擦 从中间去擦一圈 让他有一个 肉色 肉色 对我 腮红没画 我脚上的红没画 我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脚上也是会有腮红的 我说 忘了 我指甲也没画 倒霉催了 我指甲也没有画他 像腮红的话 涂边缘 直接压 选个深一点的颜色 等会直接给你们 直接给你们运回来 这个地方 然后脚趾头的话 可以全部都红起来 全部都红没关系的 然后这里 这个地方 就就是 节节点会红起来 节节点会很红 然后 然后 这一块 这一块 脚怀骨的话 可以红起来 注意哈 晕染 晕染这个东西 一定要自然 晕染一定要自然的 然后 橡皮把另外一边 因为他怀骨是 鼓起来的哈 所以另外一边 一定是要给他 把边缘擦干净的 这样他才会 只单独的亮 然后呢 把脚后跟 给他擦红 好 然后前面脚背也红一点 看这个 不要太红 不要太红就行 感觉 哎 对 这个地方 这个外边应该也会稍微 带一点 因为 因为他是一个小鼓包啊 他是个比较平滑的小鼓包 忘记了 这样带点会好一些 然后 好 这时候我们套上丝袜 因为我画的不是那种 写 不是那种 厚图哈 我就是 就是薄图的一个脚 所以呢 就先这样啊 然后 先 这样卡一下 给他擦掉 擦干净 像 他这时候就是要有些崩直的地方 知道吧 就是 这个地方他 崩不住了 就给他擦的薄一点 然后有些地方他会 堆积 他会变厚 所以呢 我们等会要给他画厚一点 先给他擦薄一点 然后呢 然后脚趾头的位置 你脚趾头是厚的还是薄 薄一点好看 薄薄一点还是厚一点好看 忘记了 这样 然后 再给他复制 复制一层 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好 擦 要有那种 要有那种 锐化的 或者锐化一下就好了 这样 然后 缩小 缩小把脚趾头单独拎出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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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放下去吧 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对的 把线 线稿也甩下去 然后把脚趾头单独拎起来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哪个地方崩就就擦哪里就行了 然后呢 到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图给他 考一下边缘 看看够付这个吧 就是越黑越厚的话 他颜色其实是越黑的 然后 颜色越薄的话就是越浅的 可以可以这样去试试 好我现在就是直接在这一个涂层上画了 我直接用的颜色 然后呢按照我们刚才说法 找到他的一个明亮交界线 应该是顺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延展出去 画出来 喜欢薄 喜欢薄一点的 还是喜欢厚一点的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薄一点好看还是厚一点好看 其实你会发现我一直都在卡的是这个边角 选一个地方 把边角给他卡深一点 这个地方 边角的一个脚 脚掌给他卡深一点 顺着这个弧度去走啊 因为因为他 因为像丝袜这个东西 他的边缘其实颜色非常的深 不锁不锁了 直接加吧 然后脚的话脚趾头这些地方也是一样的 去把他的边角给他卡深一点 哎不对啊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脚趾头他丝袜不该想这样 画错了 这个 忘记了 我直接吸个色 我我反应过来了 你们没说 我我现在反应过来了 直接压了 最后有 我把涂层合并一下 合并涂层 然后直接给他压上去 我反应过来了 哈哈哈 斯巴不应该顺着脚掌吗 我说我说怎么那么怪怪的 补一个吧 不好补呀 这个东西 合并涂层 新建一个新建一个看一眼 我真都我真都傻了你们你们也不说闷声看我表演是吧 闷闷声闷声看表演 给他压下去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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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着玩的画着玩的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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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这个位置 可以可以把这些地方卡 11点 像他的这些边角边角啥的卡 11点 我忘了 你们没说 你们没说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忘了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直接复制的这个涂层 我是直接复制的 他所以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样 然后橡皮把脚底下给他崩开 脚底给崩开 这里这里补上 沿着他的边缘去走走一条线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 换画笔了 我换画笔了 我换的是那个 硬边 会好看 因为他有一个效果是 可以 透明度可以控制 他不透明度是可以控制的 就一笔 就这个东西比较讲究的是一笔完成 好 这样 延展开过去 好像画短了是吧 给他扩一下 我再画长一点 来在这个位置 就控制一下力道 然后尽量就是一笔不要松手去画就行了 这个这个就比较方便 然后呢 再去压一遍 压一遍这个 他不是有个线吗 给他压一遍 好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把边缘给他扩展一下 换一个 小软 之后锁一下不透明度 我看一下 不行 不方便 降低不透明度的话 不是特别方便 然后呢 去沿着这个边缘去把它的一个 体积 一个立体感就做出来了 放大 我记得我有我有那种 雷丝的笔纱 懂我的意思了 我有那种雷丝的笔纱 请教作业哈 就就给你们 请教作业就给你们 懂吗 就多教作业多教作业就给你们 然后可以给他适当的给他画一个 画一个褶皱 像这样 我给他 换哪个位置 可以给他堆砌 记起来 这个地方可以漏脚趾头也可以不漏 然后 卡一下 卡一下线吧 我换一个颜色 把这里卡一个脚缝 脚缝吗 脚不知道到这里会有一条中线吗 我好懂 为什么我这么懂 不卡卡不了 太深了卡不了 稍微擦擦一下 厚度还是厚度不是特别的强哈 就先这样 有毒吧 有毒吧 有毒吧你们 这个东西肯定是要看一下图才才好画的 不然的话其实我单摸的话我还是画的不是特别的像 可以稍微的给他卡一些小褶皱之类的 像这样我给他卡一个小褶皱然后用涂抹工具给他运开 其实我涂抹工具真的不好用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放大给他运开一点 然后可以多卡一下多卡一下小褶皱 真的丝挖这个东西你们离不开了 等会儿给等会儿告诉你们怎么让他变成白色 好用好使 我就我画了一个我就相当于全画了 像这些地方可以稍微的给他 带一点带带一点 给他运开 不是特别好使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使 如果说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画一个破洞的 我还可以画一个破洞的 想不到 破洞其实破洞更好画 这样 然后给他带一个 我感觉往奇怪的方向走了 做小一点然后给他稍微的卡一些 卡一点的一些位置 他的一个内部的话 就稍微的给他弄一下就好了 就 就是 就是不要不要想太多啊 就很正常的一个 普通就好了 就稍微带一点就好了 不要画太多 画太多的话 反了 画太多的话 反而不是特别好看 哈哈哈 这是我的地盘 这个 这个可是我的地盘 为什么没有操管 好这里给他稍微的 看一下会不会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给他运一点 奇怪怪怪的黑丝 奇怪怪的 这里 薄一点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样吧 然后这个位置可以给他做一个小透明 这个地方是加深还是 加深还是给他 给他做一个 做一个盖石呢 想一想 盖盖漏出来吧 漏出来效果会好一点 这样轻轻的去扫他 轻轻的给他带带效果出来 就最鼓起来就是他挤在一块 然后他才会这样去挤压 嫩脚 我感觉你们很怪 然后再给他画一个大点 给他画个大点的褶子 然后差不多 差不多就先这样吧 其实真的是画 厚图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没有没有画 盖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线可以盖住 其实这时候有没有这个线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了 这个线可以盖住 其实这时候有没有这个线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了 你半焦黑色 真的吗 真的吗 我要看不到 我要看不到的话 我就把你们 对不对 看不到 看不到就算了 正经一点吗 我们是正经人 对不对 我们是我们是正正经 正经人 真的是画一个这个东西就炸出来好多人了的 然后这个地方给他沿着 沿着一个厚度把他的厚度给他表达出来 这个地方肯定是要把厚度给表达出来的 然后橡皮透一点 你们都是正经人 我怎么看出 看不出来呢 哪正经了 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哪正经 然后 然后呢 我看一下可以加一些效果 比如说加直线什么的 其实我感觉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我忘了 我记得是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对话 进一步对话 然后他的一个质感就会好一些 看见没有 质感 然后 哎我 哎我记得是有一个效果的 然后呢 嗯 我想想啊 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之后呢 锐化 进进一步锐化之后 给他进行一个 风格化 旋转 动感模糊 哎对 爽 就就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然后直线的动感模糊 直线的 确定 然后 看一下有没有线 好像没有 多复制几个 多复制几个 给他合并了 合并图现之后 看出来 简介蒙版 像这种多余的编就删掉 无音叫 无音叫 可还行 他会有那种 会有会有那种比较 偏向于 丝袜的一个质感 有那种直直的线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Ctrl T 然后进行一个 扭曲变形 最后变化 然后给他顺着我们本身的一个轨迹给他化成 弧形的 这样去走 效果 效果刚刚的 确定 看一下 上面的一个横线的一个质感 然后呢 剪好像剪上去好像有吧 再多复制几个试一下 主要是 主要是因为是 降了透明度 如果说是剪切蒙版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子的 直接选角了 直接选角 然后刚才选角i 翻选 然后delete ok delete之后 把这个换成模式 看一下有没有模式 是这样子的 线性简单 可以 正常也行 正常降低就好 所以这个东西 多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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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试验几下就好了 多试验几下 然后如果说 还有哪些位置 不是特别的明显的话 可以再进行一个擦除 这个是没啥问题的 这个东西 这是啥 这个在哪 给它运开 大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比较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法 我把这里擦掉 因为开了锐化的话 它的边缘其实是会自动的把边缘给加深的 然后 白丝的话 就是这样的 控制够复制一个 然后 合并 合并图层 合并组 控制处 把它的颜色往 白色上走 然后 叠加还是啥来着 反正就真的好用 这个东西真的好用 多试验一下 多去看一下 这个这个绿色好亮啊 正常的换回去 看一眼 就 就是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调整 然后再不断的调整 就好了 这个不行 这个这个底下是白色的 不是特别的容易看出来 给它加一个颜色 给它加一个颜色 几点了 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就就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看一下效果 大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大概大概白色的话 就是把颜色拉一下就好了 拉拉一下之后再 修修修就好了 修修一下就好了 没包拳没办法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就差不多是白色的一个画法 然后再去细化一下就行了 然后 本节课的话就是这样的 明天讲人体课哈 明天就是讲人体 记得做作业好吧 ok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自视连 拜拜